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請大家 以熱情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 美麗蛇姬林采緹 歡迎采緹 采緹今天也是特別抽空 來到我們的記者會現場 要為我們兩位選手加油打氣 歡迎采緹 那首先我們是不是先請采緹 還有兩位選手呢 來先來拍張紀念的盒 讓我們現場的各位平面 以及電子媒體朋友們來拍個照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問一下采緹 采緹這一次呢 今天特別來到我們的記者會現場 對不對 那特別就是要來為兩位來加油 那想問一下采緹 自己本身有看摔角嗎 其實之前 以前就是我爸媽 我爸就有在看 所以那時候是跟著他 有看過 對有一起看過 那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熱血沸騰 有就是邊看的時候 會覺得很熱血 然後又覺得好痛喔這樣 對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今天采緹特別呢 來到現場獻花嘛 其實也是想要為兩位選手加油打氣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兩位選手說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 摔角選手很辛苦 因為他們一樣一直的受傷 是 對然後所以今天來 就是想要就是為他們加油打氣 然後希望他們在這一次台灣的那個 就是會有很好的表現 讓我們台灣所有的摔角迷 你們能夠看到非常精彩的賽事 所以就請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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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其實呢 今天呢 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其實看到兩位選手 剛剛呢 看到我們的 採提到現場 好像非常的 整個眼睛微致一亮 想要來問一下我們兩位選手 那你剛才說 林先生 你留住了時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綺麗的女生 你覺得綺麗的女生 你覺得很綺麗的 非常綺麗的 你初次來台灣 你覺得綺麗的女生 這麼綺麗的女生 你覺得很驚訝 台灣 很喜歡 我們選手說 她剛剛看到採提來到現場 因為她第一次來台灣嘛 所以看到了這麼漂亮的女生 真的覺得 哇 是更加的開心來到台灣了 沒想到台灣就是 還有這麼漂亮的女生 而且特別來為她們加油 那麼其實今天採提 還準備了很應景的一個禮物 要來送給我們對不對 因為我們過年快要到了嘛 所以呢 準備了一個很應景的春年 要做我們這一次的 2014年新日本職業 摔角聯盟台灣大戰呢 能夠圓滿成功 帶給大家非常精采的賽事 那我們再一次呢 請我們的採提 還有我們兩位選手呢 來拿著我們的 非常喜氣 充滿了祝福的春聯 來讓我們現場的美女朋友 我們來補桌畫面